搜集緊急應變 居然是QR Code 民生必需品短缺的時候呢 就請帶攜帶戶口名部去配售站 我房子都被炸掉了的話 我哪裡還有戶口名部啊 老公都打來了 我們還慢慢掃QR Code 還有網路嗎 國防部不使人間煙火 國防部也不懂得戰爭是什麼事 這個真的是令我們捏一把冷判啊 現在的戰爭性雷不及煙了 一打下去 一定是飛彈先打嘛 一定是電子戰 連電都沒有 還在網路 國防部也是很奇怪 國防部公布了一個全民國防手冊 我們現在不是要全民接兵嗎 要把自己像吃味一樣嗎 我們要向烏克蘭看齊嗎 所以國防部就說 好 我會發一個全民國防手冊 那全民國防手冊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在緊急應變的時候 請你掃QR Code就可以查詢 哇塞 老公都打來了 我們還慢慢掃QR Code 還有網路嗎 還要透過網路去查詢嗎 會不會太離譜了 另外還有如果暫時停水怎麼辦呢 請你打1910克服詢問 打仗的時候還要打克服 我實在是台灣真的是太天兵了 他們到底知不知道 戰爭兩個字怎麼寫啊 收集緊急應變 居然是QR Code 然後另外呢 民生必需品短缺的時候呢 怎麼樣呢 就你請帶 攜帶戶口名簿去配售站 我房子都被炸掉了的話 我哪裡還來戶口名簿啊 打仗的時候 我還要記得要戴戶口名簿 戴身份證戴健保卡嗎 太離譜了吧 好 所以這個接種研究員就說 現在呢這個克服1910是怎樣 設在橫山指揮所嗎 永遠不會被影響嗎 真的是跟戰時的狀況完全脫節 相關單位真的是太不食人間煙火了吧 我覺得相關單位不食人間煙火也就算了 國防部不食人間煙火 國防部也不懂得戰爭是什麼事 這個真的是令我們捏一把冷汗 所以到處是怎麼樣 請蘇貞昌每一家家家 學烏克蘭烏克蘭是發槍嘛 那我們就家家發掃拔 家家發掃拔 展現我們跟蘇葵一樣 捍衛台灣的決心 相信老共沒有那個狗膽敢來 看到掃拔他們就嚇死了 大概兩個月前 蘇貞昌在立法院被問到了說 如果現在敵機來襲 你怎麼辦 面面相去 講不出話來 那你連這樣的素養或信念都沒有 我可以看到了 其實國人要是真的碰到類似這樣的狀況 其實完全沒辦法處理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在訓練 那現在會有這個手冊出來 當然是因為俄烏戰爭 就是告訴國人說哪些地方 開始我們要加強整備 要跟美國兜買一些無用的武器 特別貴的 然後全民要整備 大家看到最近的這一場 教招 教招每天報導 爭槍實彈 真好看 然後還沒教招完 用的東西都比我們好 因為答案只有一個總統要看 全民要看 大家來看 你看他們表演的都好 那不是戰爭 這個手冊 它完全是很文青式的編排 你可以QR過 假設那時候也不會斷 網路不會斷 戰爭網路不會斷 只有俄羅斯在打烏克蘭 一直放水放水 放到總統每天在作秀才有可能 真正的戰爭是這樣 我小的時候 我們所有金門所有的民家 每個人牆上掛了都是槍 這槍掛到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掛到民國81年 大家想說 81年 是啊 掛到81年 我們家都是槍啊 那為什麼 只要他那敲裝以後 你成年的每個人拿著一把槍 往廣場跑啊 接受他的指揮 等一下要去哪裡哪裡 這個就是演信啊 你在田裡的這東西趕快放下來 趕快去 就是這麼回事啊 這個才叫做演習嘛 才叫做備戰嘛 我們現在這個是似同兒戲 然後還要做得很文青 你可以QR code 然後講得好像網路什麼都還在 那我講這種情況大家想一想看 根本是沒有用 你今天如何對付現在的戰爭 現在的戰爭性雷不及煙耳 一打下去一定是飛彈先打嘛 一定是電子戰 但你所有這些東西根本就是都斷掉了 連電都沒有還在網路 所以你看到了他們那種文青 只是要表示很好看 那也投合蔡總統平常一貫的做法 這個在真正的戰爭裡面 我毫無用途 我給你保證 不過國防部啊 昨天在立法院非常罕見的 對美軍售提出了四部 第一個叫做不買第二座長城獄警雷達 第二個是不買美軍的廚藝軍艦 而且也不買阿帕契黑音直升機 那麼當中這個第二座長城獄警雷達 可是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 來台灣的時候建議我們買的業 所以既然被國防部打槍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聖峰老師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蔡政府突然硬起來了嗎 還是背後有什麼貓膩呢 不不不 我覺得國防部這一次 要給他讚許 國防部這一次是做對的事 這樣的表態是非常的正確 只是民進黨的政治壓力下 再加上美國的政治壓力下 再加上金工產業複合體 透過美國的國會 政治融入對台灣的施壓下 我們的金方 我們的國防部 到底能撐多久 這個才是我們去看 所以國防部今天講對了 做對了 我們要支持他 但能撐多久 這個才是我們要觀看的 第一個我要來講長城獄警雷達 那是開我們大家的笑話 一個長城獄警雷達是300億 你知道他的距離有多遠 他偵測的距離是5000公里 請問台灣要5000公里的 疫情雷達幹什麼 那是替美國在當看門狗 替美國的全球防衛裡面 針對中國大陸的另外一個 重要的點就在台灣 設了長城疫情雷達 我們當看門狗 還要自帶狗糧 自費 自帶狗糧 當看門狗 還要三不熟回頭過去 看看那個老大說 晃晃 就在這樣子 這是搞什麼 所以不購買第二套 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因為第一套就是一個錯誤 第二個APAQ直升機 各位看起來很威武壯觀 就好像台灣去買重型坦克車一樣 是威武壯觀 因為他用到的機會是什麼時候 是登陸的時候 你想想看 當共軍有能力登陸台灣 順利登陸 表示我們的制空錢跟制海錢 怎麼樣子 沒有了 當制空錢 制海錢沒有的時候 請問APAQ直升機要做什麼用 是揮上去被打 不是你是打人 這是一個正確的思維 台灣要的不是APAQ直升機 台灣要的是如何能夠阻止有人 要登陸台灣在海峽的中線 可以把它給攔截下來的武器 但是APAQ不是這樣子的功用 黑映直升機不要再用了 那是已經造成台灣的災難了 一個參謀總長還不夠 來 讓大家來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就會有折扣